在英国有那么一波懂礼貌却抓不住耗子的猫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王子的Lisa 一提到英国警察 大家的印象基本都是 彬彬有礼 绅士愤怒 和某国的暴力执法比起来 那简单是天壤之别 我在英国生活了这么久 跟他们接触之后也是同感 他们真的很友好 也很幽默 跟人聊天谈话 啥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且非常专业 但是礼貌和专业并不能代表一个警队的好与坏 俗话说 不管白猫黑猫 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 对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 经过那么多年的英伦生活 我细评下来 英国的警察可能说是一波懂礼貌 却抓不住耗子的白猫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听我息息道来 这里我要先补充说明一下 本视频里提到的英国警察 禁止英格兰以及威尔士的警察 苏格兰和北埃的警队制度编制 都不一样 尤其是苏格兰 天天合计托英入欧 保持自己货币的同时 还有自己的政府 以及独立编制的警队 所以 英国警察的政策推行 数据统计这些 一般都把苏格兰单独挑出来讲 英格兰和威尔士 一共有43支 根据区域划分的警队 其中最有名的莫属 伦敦警察厅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简称The Met 以及三个特殊警种 负责铁路安全网的 英国铁路警察 British Transport Police 负责民用核设施 以及附近五公里范围内的 安全民用核警察 Civil Nuclear Constabulary and负责国防部人员 财产安全的国防部警察 Minitary of Defense Police 截止到2021年3月31号 英国的警察总数是 137704人 英国的警察 直全法文很广 除了万停车 看法单之外 几乎啥都管 这一点和国内的警察 很不一样 英国警察和中国警察一样 普通警察不带枪 你别看英国警察 一个个身高马大 身上装备一堆的 但真正能防身的 也遮了辣椒水和收缩警棍 随着近些年 英国犯罪的多样化和持蟹化 警察出警时 面对持蟹歹徒 尤其是极端恐怖分子的时候 常出现力不从心 甚至无法自保的现象 虽然国会多次讨论 警员全员带枪 但最终未通过 而选择了携带 非知名的电击枪 如今警察的标配 基本是电击枪和警务记录仪 这个英国的警察 在2010年之前 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警队也一直是扩充的状态 直到2010年 政府被金融危机 搞得焦头烂额 公务员大幅缩边 给警队的拨垮 也大幅缩水 导致从2010年开始 有14%的警察失业 一械警员减少了16% 警队总人数 从最高峰的14万多人 一度跌到了12.3万人 警力的捉紧见肘 在2010年之后 薛应速显出恶果 由于当时 英国只是未能 从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 导致失业率上升 本来就明月载到的时候 2011年8月4日的这一天 伦敦警察在Totum地区 追捕一个29岁的黑人 Mark Duggan的时候 开枪打死了这人 伦敦警察听表示 警方涉嫌策划袭击 怀疑他持有手枪 便试图将他逮捕 Mark Duggan胸部重枪身亡 他的死因 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公开抗议 活动随后演变成警民冲突 最终计划为全英城市的骚乱 从2011年8月6号到11号 这6天的时间里 英国的各大主要城市 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打砸墙事件 绝大部分暴徒为黑人 他们打着为Mark Duggan 申冤的旗号 在伦敦各区的商业街 进行大肆破坏和掠夺 甚至还有暴徒在抢完一家地毯店之后 还一把火将其烧毁 伦敦警力瞬间空虚 很多区域站在上百人的蒙面暴徒面前的 只有孤零零的十几个防暴警察 死守路口 时常还有警察寡不敌众 防线被冲散 反被暴徒包围追打 由于没有水枪车或者任何有效重装备来驱散人群 伦敦警察苦苦坚持了三天 也未能有效控制主要地区 英国政府最终只从北阿尔兰买来两辆高压水枪车压阵 全英各个地区紧急抽调警地前来救驾 这件事称伦敦暴乱的浩劫 终于在2011年8月11日这一天 被皮银吸了下去 这次的费兰获让当时的英国 损失了三亿的资产 和无法估量的明星损失 对即将在第二年举办的伦敦奥运会 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经过这次的惨痛经历 英国政府是否吸取了教训 外交次年奥运会的安保加重 英国政府到底能否应付 并且保障老百姓的安全呢 这些话题咱们下期接着再聊 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了 丽丝说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们亲爱的朋友们 请记得点赞、收藏、留言哦 来和英国撒黑您 有所关注哦